相声这个行当里能挫出点名堂的人不多 有的是从小耳濡目染 听多了自然张嘴就能来的 还有的人家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不管是语言节奏还是表情肢体 一上台就能把观众给逗乐 但还有一类人格外辛苦 既不具备多么出众的先天条件 也没有生活在曲艺文化极其浓厚的环境之中 最终能够成名成绝 靠的是自己那点坚持和努力 这两个词说起来挺容易 但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岳云鹏大家都知道吧 现在是响当当的德云一哥 和其他众多相声演员相比 也算是混出了不小的名堂 不过他的成名之路可是颇为坎坷 出身一般 家庭条件也一般 十几岁之前 甚至连相声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他凭什么能走到今天的高度呢 了解完他一路走来的经历之后 或许大家心里自然会有答案 一 无奈辍学 离家打工 岳云鹏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 他上边还有五个姐姐 其实一听就能明白 还是受到了老旧思想的影响 总觉得一个家庭里 还是要有个男丁才想话 直到现在 岳云鹏回忆起儿时的时光时 赶出最多的还是穷 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环境 他父亲尝试过去做生意 想着怎么着也能多少赚点钱 但因为太老实 最终还是赔了个金光 家里也就更难了 当时13岁的岳云鹏 也开始了自己的判算 琢磨着要不要去 二 什么苦都吃过 什么活都干过 当时只有14岁的他 第一次跟着五姐来到了北京 原本希望在姐姐工作的纺织厂里找个活干 但没想到 因为年纪太小 人家说什么都不肯用他 没办法 他只好返回家乡 在家帮着父母干点活 一边还打听着有哪些地方要招人的 一段时间之后 有人到村里招保安 工作地点刚好就在北京 不过 想要去当保安也没那么简单 先得交一笔培训费 这笔钱对当时的他来说可不算少 为了不让儿子再度失望 父母四处筹借弄到了这笔钱 把他送到了北京当保安 当时的岳云鹏 性格非常内向 也不爱跟人说话 于是就被安排到了条件最差的场子里 就连班子都是最辛苦的凌晨港 那个时候 他的年纪也不大 上班的时候熬到凌晨总是犯困 但领导可不会因为他年纪小就有所通融 这么干了一个月下来不仅没赚到钱 还因为工厂的磕口反过来欠着工厂二人块钱 后来还是在无解的帮助之下 他换了个工作 到小饭馆里当起了服务员 不过服务员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有一次他在结账时不小心算错了 多写了两瓶啤酒 发现失误之后 他立马诚恳的向客人表达了敬意 没想到那桌客人不依不饶 非要让他给个说法 老板出面给打折都不行 没办法 月云鹏只好掏出自己的工资 花几百块钱给客人结了账 这下子对方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这件事给月云鹏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在被客人刁难的三个小时里 没有人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 当时他内心的无助已经积攒到了顶点 即便后来成名之事 提到这段经历 他还是毫不掩饰的说 仍然十分怨恨当年那位客人 不过也正是因为服务员的工作 让他得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当时有位老先生觉得这个小伙子人不错 聊天的时候就给他出主意 这么老打工也不是回事 总得学个一技之长才行 于是把他介绍到老郭那儿学相声了 三从打杂的到德云一哥 刚开始到德云社的时候 老郭那时候也顾不上他 只是让他自个儿在台下听着找找感觉 一边做着服务员的工作 闲了就来摸索相声的门道 就这么过了三个月之后 他决心要辞掉服务员的工作 全心全意的来说相声 当时他当服务员一个月 已经能拿到一千多块钱了 但是来德云社的话 每个月就只有两百块钱 而且刚开始的那年里头 他干的活跟服务员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在小剧场里头擦擦桌子凳子 干扫地打水类的活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个打杂的 一边还得学习那些 对他来说有点晦涩难懂的相声用语 这经历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放弃了 但是岳云鹏没有 他一直都在默默坚持着 没有上台的机会 就在台下多听多看多琢磨 终于他得到了一次上台的机会 没想到在台下看着很容易的事情 到了台上却哪哪都不一样了 原本准备了15分钟的表演 只说了三分钟之后 就被底下的观众轰了下来 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利 当时很多人说认为他不是说相声的料 拆劝老郭别再教了 但老郭却意外的十分支持 顶住压力给了他场出走风波 几位重要成员纷纷离去 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犹豫 坚定的站在了师傅这边 但没想到刚好遇到这么个事 他的搭档因为临时有事要回老家了 眼看着就要演出了 却还没人给他捧根 还好老郭及时给找到了孙岳 合作了一次之后 没想到他俩还挺默契的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这对经典搭档 现在的岳云鹏 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德云一哥了 无论是名系还是实力都能配得上这个称号 而他同样也为事业付出不少 当时岳云鹏在欧洲参加演出时 却意外在表演前一天 收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过于沉重 当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回家 但是考虑到第二天的演出和热情的观众 他又重新冷静下来 强迫自己撑着演完那一场之后 才匆忙回家 从一个小餐馆里的服务员 到现在红遍全国的相声明星 岳云鹏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成就这一切 他现在所占的高度 或许是其他人几十年都未必能达到的 而背后也必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只能说他的成功绝非是偶然 而是努力和勤奋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 怀揣梦想的人或许很多 但能够一直明确内心追求的目标 并且坚定的冲着目标一往无前的人 却寥寥无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